男人半夜上山打猎 竟在空地上发现一枚通体泛蓝的骑士 男人小心翼翼地捡起来仔细查看 用嘴巴吹了吹没有发现任何一样 紧接着男人将骑士带到一间肉谱 想用他跟老板换一些上乘的鲜肉 老板小心接过男人递过来的蓝色骑士 仔细地端向他 以为是男人偷懒人 然而当他听到这枚骑士是男人在山脊上检的时候 老板瞬间变了脸色 男人被老板赶出肉谱座后 赶忙将骑士偷偷地带回家里 男人小心翼翼地将骑士从背包里拿出来 紧接着放在地上 好奇的男人伸手摸了摸这块神秘的骑士 发现其表面十分光滑 紧接着用手敲了敲发现是空行的 男人随即意识到这块骑士不怎么办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到了晚上 那颗诡异的骑士竟然动了起来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挣扎准备破壳出 听到动静的男人疑惑地盯着眼前的骑士 没想到下一秒 一只全体充满的龙宝宝进破壳而出 男人这才明白这不是一颗石头 而是一颗龙蛋 刚破壳而出的龙宝宝还比较虚弱 只能亮亮呛呛往男人方向走去 看着眼前姗姗学步的龙宝宝 男人如获去把男脸笑容 殊不知他将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好奇的男人忍不住伸手去触摸刚出生的龙宝 然而在他接触对方的一瞬间 突然闪现了一道白光 等他再次醒过来发现 此时的龙宝宝正乖乖地躺在他的怀里 瞪着卡兹兰的大眼睛看着他 就在男人一脸疑惑地盯着他时 手心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男人伸开手掌一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掌心里多了一个神秘印记 然而还没等男人来得极多想 叔叔突如其来地呼喊打断了他 看到凹直燥的龙宝宝 男人赶紧给他拿来牛奶 倒进布袋里递了过去 示意他喝下去 呆蒙的龙宝宝不停地往前嗅了嗅味道 然而下一秒 牛奶散落了一地 龙宝宝低头闻了闻并不感兴趣 就在男人不知所措时 忽然旁边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被吸引过去的龙宝宝直接一个弹跳起 呼噜 然而当男人走过去一看 老鼠已经被龙宝宝吃了一半 它竟是一只肉食动物 吃饱喝足后 男人将龙宝宝带到了户外 开始教他学习飞行 很快在男人的辅助下 龙宝宝成功地飞了起来 刚开始男人十分高兴 然而当他看到龙宝宝渐行渐行时 雾面开始失落了起来 突然就在这时掌心传来一阵刺痛 手上的印记竟散发着诡异的亮光 就在男人全神灌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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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面